農業部又敗訴 那就有他的理由說 他不再上訴的理由說 你改文章啦 這是真的嗎 嗯 這是農業部喔 就是 嗯 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已經 這是一種包排式言論喔 為什麼我說呢 農業部這次 說敗訴以後不上訴 是一種包排式言論 因為我們回顧過去呢 他當初告我的理由 就是因為認為我有去修改內文 所以認為我第一次寫的內容呢 是這個製造社會恐慌 違反社違法 所以告了我刑事 也告了我民事 那現在不上訴的理由呢 竟然又是因為我有修改內文 所以他認為已經講清楚了 所以不用上訴 那都給你講就好啦 而事實真相是什麼呢 事實真相是 我在臉書的貼文內容 都有去援引 我覺得政府謀財害命的原因 包含學者專家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不認同我所援引的學者專家的說法 但你不能說我沒有盡我的查證義務 這是屬於我的言論自由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不管在刑事的官司或是民事的官司 我都敗訴 我都勝訴 反而是變成說呢 民進黨政府被法院認證謀財害命 那我想這次呢不上訴 也是這個陳吉仲人走查糧 似乎新任的農委農業部的這些部長次長們 他們也不想在過去陳吉仲的這個官司混傳裡面繼續打轉 我們看到農業部呢他們多次的 跑去提告在這個雞蛋事件裡面 不只是告我 還包含當時有民眾 他買到了綠色雞蛋 然後呢竟然也被民進黨政府告 那最後的結果依然是不起訴 因為呢這個被認為說其實確實真的有可能買到過期的雞蛋裡面是綠色的 那他只是提出他的疑問而已 也並沒有要製造社會的恐慌 但是我在這次農業部的訴訟當中 我又一點要特別提出來批判跟質疑農業部 也就是在官司過程當中 我方很明確的提出 如果民黨政府農業部認為我所指的 謀財害命四個字是有問題的 那他們也應該要負上舉證責任 證明自己沒有謀財害命 也因此我們提出了 要求農業部提供相關的資料 包含當時雙方的所有公文往來 簡據核銷的所有單據 巴西出示的所謂的通過檢疫相關的資料 那以及呢當時的進出貨的表 然後呢開標得標的所有資料 跟彼此之間政府與超司公司 往返的所有公文 請他們提出來呈堂證供 讓我們來檢驗裡面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所希望提供的資料說真的 這個確實就是早就應該要公開給全民來看的 包含合約 結果農業部在法院裡面竟然說 他們的本案重點是有沒有謀財害命 跟這些都沒有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呢 我剛剛已經說了 如果你要證明自己沒有謀財害命 你是不是要提供相對應的所有的資料 讓大家在法庭上面來做檢驗 包含超司公司的負責人秦宇喬女士 從整個事件從頭到尾到現在都不見人影 是不是也應該要傳她請她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次農業部的敗訴 那他們也不敢上訴 並不是因為他們現在所持的理由 而是因為如果官司繼續打 我方就會繼續要求法院 要求他們提供相對應的文件 要把所有的資料呈堂證供 還要傳證人秦宇喬女士 碰到這點就不敢了 所以告人的時候很快 叫他們提供資料的時候 卻扭扭捏捏又不敢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農業部 我認為呢這個陳吉仲的道歉 不甘不對 基本上就是死不認錯 根本沒有拿出道歉的誠意 但是陳吉仲是吉人天象 所以呢小英女皇會背著她負重前行 那現在呢民進黨應該是心急如焚 因為各縣市就連高雄的陳吉邁都說呢 要請檢調來調查這一批蛋的流向 那今天新北市又查到新的混蛋 也就是巴西蛋跟台灣的蛋是混在一起的 這些混蛋跟壞蛋是食安的問題 讓人憂心 可是民進黨卻全黨護一人 陳吉仲的官位好像已經被噴了這個包膜一樣 所以投給民進黨就是支持壞蛋 投給民進黨就是支持混蛋 因為這樣的許多的抹黑造謠 甚至許多的不實的攻擊 造成農業不同人的這一個壓力 甚至造成了整個這樣的攻擊造成了整個社會的紛擾 我願意為這樣的紛擾來道歉 我想跟各位報告 我現在呢就要依照行政院陳院長的交代 我有責任要把所有的雞蛋的專案進口的遺憶 說明的非常清楚 而且要提出整個精進措施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本來就是每天戰彈精精 而且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但是我絕對不會練戰 絕對不會練戰 政務官本來就該負政務官的責任 我完全的不會迴避 所以請各位來針對我們這一個雞蛋的專案進口 不管政策執行過程 以及我個人的去留 我的態度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會為了這個事情來跟社會大眾道歉嗎 我針對所有的雞蛋的專案進口 政策是正確的 效益是高於成本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許多的抹黑造謠 甚至許多的不實的攻擊 造成農業不同人的這一個壓力 甚至造成了整個這樣的攻擊 造成了整個社會的紛擾 我願意為這樣的紛擾來道歉 今天有四件事情要跟大家說明 第一件事情是陳吉仲應該立刻下台 以及撤告 大家還記得陳吉仲當時告我的時候 說我們講說這個政府簡直就像是在謀財害命一樣 他這個當時意氣風發的對我提告 但是現在發現呢 巴西蛋跟台灣蛋混沖 而且還過期 這當然是嚴重的食安問題 又直接把這些過期的蛋拿去毀損 等於是浪費人民的錢 整體來說農業部當然有疏失 否則為什麼陳吉仲他要口頭的去請辭 後來才被慰留呢 所以陳吉仲危害人民的食安 竟然還可以繼續當官 背景有多硬 我們都知道陳吉仲愛哭 可是這次哭的真的是全國的人民 所以我呼籲陳吉仲立即撤告 最後一點是超私的負責人秦玉喬 應該要出面了吧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人看過秦玉喬的廬山真面目 也沒有聽超私的負責人秦玉喬親口在媒體的面前 說明整個超私的真意 我們現在知道35%的雞蛋要銷毀 而多數是巴西蛋 而巴西蛋又多數是由超私進口的 難道負責人不用出來說一句話嗎 所以請揭開神秘的面紗 請羽喬出來踹購 讓人民知道你的廬山真面目 以及當時交易採購的過程 農業部不要一直擋在超私的前面 廠商做錯了 就應該讓廠商出來道歉負責 廠商自己說明自己造成的爭議 以上四點謝謝 嗇齊